好 继续来关心 和人路段发生土石流 造成铁公路中断 那么经过台铁公司紧急抢修 23号的早上 铁路是恢复了双线通车 那么一大早呢 许多旅客是赶往车站 要准备搭车北上 但是因为23号地震不断 那么各级列车都减速的行车 也让23号的列车 都有污点的情形 经过连夜抢修 并完成测试台铁 23号早上列车恢复双线通行 经花莲公务段积极的抢修 在今天三点的时候 已经把东西阵线都抢修完毕 并经过试车运转之后 安全无疑 我们就恢复双向通车 那今天我们前线各级列车 都正常运营 除了观光之星的二次 台北到花莲停时 有花莲特开以外 其他各级列车都正常驱使 连夜地阵仗 许多外地旅客非常震撼 一大早旅客赶往车站 想要搭车回台北 可以通就好 昨天已经我们在这边过夜了 助理馆了 而且整个晚上一个钟头都给人一次 好几次五分钟 最早吓到不敢睡 对对对 没有人睡 一个钟头一次 有时候一钟头两次 只爱吃得开那个 那等多久火车只要可以通就好 对对对 你们要去哪里 台北 台北 由于地震持续不断 台铁各级列车必须减速 也绕着23号列车多有延误的情形 台铁表示 22号受土石流影响未搭乘的车票 在一年之内可以免收手续费办理退票 来回车票可以一并处理 借旅会欢视报道